你的安装的路径 像我这一台应该之前也有装过 它应该是装在C叠底下的什么 User底下的Program Files底下 很长一串 我当然个人我不太喜欢这样 因为每次光要找那个路径就找很糗 而且很容易造成错误 所以我的习惯就是把它装在我比较好找的地方 这是每个人习惯问题 所以以后的话你一个环境要稳定 还是要简单就好 我是把它放在这边 但是会有个缺点 它预设的配时应该是指到它安装那个路径 所以我们要手动的话 记得我在云端上面我有讲 你就直接怎么样 最重要就是说你要指向给它一个 我们安装的路径的位置 这一点如果你又注意到的话 后面再加上它的那个Python 它就会帮你装到你低跌底下那一个 如果你不太低跌你可以再改一下 反正大家逻辑是一样的 OK 这一个问题解决其他问题就简单了 再来我怎么知道有没有成功 接下来一样我就到什么 到那个我们之前订阅里面看一下 理论上它会帮你多增加了下面这 这三个东西 它会自动帮我把它带进来 OK 那理论上你重开一下 我发现它不会马上侦测到 它会过大概一分钟左右 我刚刚切完画面马上跳出来 OK 所以它可能会延下一下 然后问你说要不要把它加进来 你就全部把它加进来就对了 意思就是说这个Jungle的所有东西 它的Library什么有的没有 反正它Run的东西都在这里面 你只要能够把它加进来 那你就大功告成了 之后的开发就仰赖它了 可以拿它来加一个Web 所以它的使用它的概念 其实如果之前你没有学过 像PHP这种东西的话 其实大致上也是概念是相似的 只是说我现在语法就不用特别 还要再去写 写那个这个PHP的语法 另外的话 我之前写过的所有Python的功能 我全部都可以把它放在Web上面Run 不会有问题 不用再额外再写一个东西 它的概念有点像Java之于JSP 不过JSP用起来 我如果在Web上面写 我宁可我用Jungle来写 会相对的简单很多 尤其像处理资料库这件事情的话 或者网路爬什么 我把网路上爬的东西先丢到资料库 然后我要在前端再秀一些东西的话 其实用这种方案是最简单的 你不要把它想的太复杂 再来的话我们按apply close 就OK了 接下来我怎么确定说我这个环境是可以Run 很简单 请你new一个什么 再来的话 特别注意我们前面是new 第一次是new Python的project 这个时候请你Run一下Jungle的project 在哪里 在那个order里面 OK有没有还印象吗 order里面会有一个什么呢 本来我们是Run什么 Run底下这个py div的project 请你改成上面这个Jungle的project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 特别注意哦 之前的那个 这个python的project 就一个一个module都在里面 它就个别Run 那这个Jungle的project 它是有点像一个 一个folder吧 它里面一个project就是 一个web 一个service 也就是说你Run起来 你就可以直接 甚至直接可以把那个service 给Run起来 也就是你直接 它会帮你产生一个web 那web就直接架在里面了 你直接Run它就OK了 那我们选这一个 按下一步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随便打一个名称好了 也许叫test test底线好了 underline 也许testjungle好了 这个名称的话 你也可以自己 自己想一个名称 OK 特别注意 你名称尽量 符号里面只有底线可以用 其他不要用 什么 那个简号啦 空白啦 刮符都不要用 OK 然后按一个 底下的话特别注意 把版本用3.6 这个改一下 然后 本来底下让它去 create create一个source 这个 这个要不要 我记得好像 无所要 选这个好了 用预设的 然后其他不用动 基本上 大概我记得就是先建一个专案名称 版本改一下3.6 然后create一个src OK下一步 这个时候的话就直接跳过下一步 再来它会问你说你的data 因为它未来还是Wave上面会用data base 那预设版本是1.4 所以记得不要改 用1.4 也是finish ok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会看到一个新的专案 怎么知道有没有成功 你把它展开来 看一下src里面 有没有一个新的app 有没有新的package 这个package 如果它有帮你增加一个package的话 表示你的jungle是可以run 会自动 这个是它会自动帮你产生的 如果你假设run起来发现 奇怪里面是空的话 那表示你刚刚安装是失败的 特别之后猜在这里 如果你有看到这个东西 没看到 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后面 那就麻烦了 除非你要自己下指令 去把它产生出来 否则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把jungle 刚刚的步骤再缺了一下 最后我们如果要run 当然我现在什么都没做 可不可以run 可以run 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web 如果你这个web 你要把它执行的话 按右键 你可以有runs runs里面你会发现 这边就有一个 去执行 这个jungle的专案 特别是按右键runs 它有点像是打一个语法 叫python 空一个manager.py 空一个runserver 网路上你们去找 应该它会教学 都是这样打之力 不过在Eclipse的好处是 不用打 直接run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要run 看到成功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成功 如果你有成功的话 表示你这个是OK的 你环境就可以拿来写jungle 没有问题了 直接执行 那怎么知道有没有成功 如果你在这边看到 它有一个什么 一个网址给你 就127.0.0.1 8000 它的post有8000 如果你把它复制一下 这个control c 你再去开浏览器 把它怎么样 把它贴上 如果它出现什么 congrelation的话 有没有 它sersis 恭喜你 有没有 还有个火箭升空的图示 告诉你 恭喜你 你已经进入了 jungle的世界 OK 应该没问题 画面向旁边哭一下 congrelation 好 你看什么声音 火紧 天下 导师 啊